田间的大鹤莲花 粉色藕色相间的花瓣 在艳阳下不管是盛开 还是喊包待放 都有着独特的运质美感 每年的六七八月 是大鹤莲花开花的时节 今年受到润月的影响 花期略为往后延一个月左右 至于花量 目前则不受影响 平常进场的花 我们南部四月开始开了 我们北部比较气候的关系 比较慢 大概是六个 今年有慢了一点 虽然莲花的花期长达三个月 不过中莲花中了将近二十年的 前兴浦镇巨埔里里长增活区 提醒想要一睹莲花风采的民众 千万不要选在下午来赏花 不然可是会败幸而归的 七个八个九个 就三个月开比较多 要来观赏 如果尽量早上太阳越大 它开越漂亮 到下午三点以后 就慢慢又会活起来 四天五天 它就碎掉 碎掉以后是变这个 像这样的莲蓬 莲蓬大概一个月二十多天 可以采修 老里长的莲花远近驰名 目前在北台湾想要看到 这么多的大鹤莲花一起盛开 除了桃园就只能到新浦 已经87岁的里长相当好客 莲花免费开放给喜欢的民众欣赏 再过一个月左右 一旁还有大王莲花 盛开之后可以让小朋友乘坐 欢迎大家到新浦来赏莲花 清静自然 凯波新竹 陈若一红蔡文琪采访报道